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,我是李國慶 在市況不明的情況下,資金都傾向平拍在一些防守性股份 好像公用股和房地產信託基金一樣 即是Vis,貪這類股份業務穩定,不受貿易戰影響 而且還會持續派息 Vis的收入以物業租金為主 出租率越高,租金增長越快,收入亦越多,派息亦會越多 以陽光房地產為例,至2006年上市以來 物業收入平均增長8% 在2019年上半財年,陽光的整體續租租金增長超過一成 當中零售物業增長更加超過一成一 在物業出租率方面,陽光都保持到九成七至九成八的出租率 租部相當穩定 Vis的派息至少要達到可分派收入的九成 陽光今年和明年的股息率預計都有四里半以上 近年,不少Vis都積極提升旗下物業質素 以便提升租金收入和提高資產價值 陽光亦重視提升旗下物業質素 現時搞保衡商業中心翻新工程 目標是定位為上環一棟形象獨特的寫字樓物業 預期在今年年底便會延供 另外,在旺角彌敦道的峰移中心 亦在進行翻新工程 並打算引入更多元化的租戶 所有工程完成後 陽光期望可以至少加租一成半 總結而言 Vis的收入和派息都穩定 在波動市下,防守性更加突出 陽光維持高的出租率 並且陸續翻新物業提升租金收入 初歌可以作為防守性股份之選 230年份 420分 330分 330分